21号国务院联防联空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新冠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等有关情况 咱们来把发布会的要点和大家伙来梳理一下 当前国内低风险地区持健康通行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的防护前提之下 可有序处行各地不得擅自加码 截至3月20号24点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7495.6万剂次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流行接种疫苗是防控新冠疫情最有效的手段 按照现有的生产安排来看 全年的疫苗产量完全可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接种需求 目前已经开始为60岁以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开展接种新冠疫苗 疫苗研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研发进程 在临床试验取得足够安全性有效性的数据之后 将大规模的开展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苗接种 目前国内上市的4款疫苗都是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 是安全有效的 由于各省市采购的上市疫苗品种可能不同 所以每个人需要按照所在省市的统一安排尽快接种疫苗 我国在人群疫苗接种达到较高免疫水平之前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 在人群聚集的室内或者是封闭场所仍然需要继续佩戴口罩 另外针对有媒体报道说 西安检验师已接种疫苗去发生感染病毒事件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 目前中国疾控中心还在对这一病例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与核实 我国已经批准有条件上市使用 或在国外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 在前期三期临床试验的保护效率是保护大多数人不发病 它的预防重症效果会更加明显 从国外目前已用的疫苗上市之后的评估结果来看 在接种疫苗之后仍有个别人发生保护失败的情况 失败原因仍需要研究与调查